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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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磕就磕吧 想怎么磕怎么磕 你们俩认为咱们剧里的名场面是什么 我觉得开场就挺名场面的 就是那个穿了红裙子 在她家里的院子里下了大雪 我负责柴米油盐 她负责上雪和茶 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最甜的一句台词吧 爆 我也觉得是爆 太可爱了 真的因为对于锦丞来说 我觉得那个爆特别有素点 爆 距离公主爆的戏色蛮多的 她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吗 因为我好像是坐在床上 她要整个这样从下爆起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难的 但是好像就是一下就爆起来了是吧 其实也是有 有吃力的地方 但是一下爆起来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然后当时在电影院 我觉得最难的是电影院那一场爆 因为当时我的体感是那一场爆得特别费的 不是是因为那个 应该是衣服太重了 那个衣服 大名要太重了 鲜海你觉得杨阳的体重 是你能承受公主爆的上限吗 那轻轻松松 那你能承受的上限是多少斤啊 私钦上限是多少 我上限比多少 不管私钦多重都可以轻松爆起 那必须的 你们看到网友给私钦和锦丞取的CP牛吗 他们取的这个尺度有点大 我觉得明明的是吧 事后清晨的 还行 就是 呃 事后清晨嘛 我看到好多人说的是这个 对这个命令满意吗 好像起源于是那个香水的名字 对啊 起源于她前女友我觉得我不太满意 你们俩能不能再取一个新的呀 太难了再起一个 要不就先用这个吧 错了用 除了锦丞和私钦的感情线 距离还有两位的事业线 亲情线 友情线 你们本人觉得搞钱搞事业和搞爱情哪个更重要一点 搞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生活里面就包括了亲情友情爱情 所以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不冲突 副一 第六集在银行 爱了闹事阿姨一个耳光 当时是真打吗 不是 不是吗 不是真打 我在啊我记得 我看到了呀 你看到什么 那只能说明那位老师非常的专业 我配合的也很好 其实是没有达到 但是其实 虽然没有达到 但是她一挥过来 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很有的 马上就上头了的感觉 你觉得锦丞有什么特别的撩妹技能吗 我觉得锦丞的撩妹技能是 真诚我做饭 又抓住私钦的心和胃吧 你平时会自己做饭吗 做的少 然后煲汤比较多 你还会煲汤 广东长大的嘞 锦丞的园子里有好几只狗狗 你们跟她们有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互动啊 我们给她买了零食 但是最后还没吃完呢 就杀青了 我还有一个互动就是 我当天是同时被猫和狗同时抓了 挺划算的 因为同时一天抓 一天一起去探测 没有不可以开窗 对 你们俩对大街局满意吗 满意吗 我是挺满意的 就是何嘉欢大街局 所有的朋友都在一起 下着雪 然后吃着火锅 多浪漫 对 如果非得说要有遗憾的话 那就是没有给四千一个婚礼 这组组的法拉利好开吗 其实当时有一次拍法拉利跑车的时候 我还刮到了法拉利跑车 因为我不是骑两轮自行车 去跟池中玉对戏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自行车旁边有个放水壶的东西 我就刮到了 当时给我吓的 我就问导演要陪吗 那你说你先好好拍戏 先不用管 要拍完再说 你们觉得金丝眼镜还有梅子熟了 哪个场景贡献 这个问题 请陈欣海同学戴眼镜回答 我戴了戴了 在兜里 在兜里 诶 矿呢 没有 原来有没有 当时有 但是我取的 梅子熟了 我先问一下 为什么呢 问梅子熟了是我对你的思念 因为你当时是去 我也觉得是梅子熟了更甜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星海 不是星海 景琛 他主动表达对那个思青的爱 就是很少主动表达的 但是景琛其实已经暗中准备过很多次了 还不是怪你前女友 怪我了 真的 给我气的当时 梅子熟了那场戏 拍的时候有没有笑场 这为什么会笑场 这为什么会笑场 这什么问题 好好回答 有吧 梅子熟了那场戏 拍的时候有没有笑场 没有 这怎么会笑场 这为什么会笑场 很多美心花絮 都是两个演员在风头笑场 对 我和星海也没有笑场 没有笑场 那是你调过吗 那没有 好多次帮你调 挺多条的 拍了 就是在那个 书柜前面那里 在卧室 好多好多好多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星海老师 因为 星海老师的荧幕出问给了你 星海老师没有什么的稳计经验 所以拍了很多条 后面床上的被子是被绳拽着才铺开的吗 其实我们那个被子换了很多种方法 最后用了那一个 如果我拽着被子铺过去 拉鱼线 拉鱼线就是最好用的那个方法 你觉得景称景称 时钟雨 谁在婚宴市场上更有优势啊 那必然是景称啊 他说的是大哥 我知道 景称景称 照顾一下 这个男方文化不好的朋友 要不要展开夸或景称 我觉得景称 因为他就是 他的眼里只有私情 不管什么 他始终看的是私情 然后他又足够真诚 又足够会生活 又有仪式感 反正就有各种好的优点 除了双向奔赴 双向就熟 景称和私情感情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缺少沟通吧 容易产生很多误会 是你太闷了 是景称太闷了吧 嗯 啥也不说 就是默默做事 有一场俩人期看电影的戏 当时有什么临场发挥的部分吗 其实那一场就挺自由的 挺放松的 对挺放松的 就是大家就是怎么搞笑 那么好玩 怎么演的 杨阳自己平时在家看电影 也是那个状态吗 我不会把面膜敷到那个样子 我会涂抹湿面膜 你们觉得哪场戏 观众看会露出乙母笑 我觉得爆那个时候 应该有乙母笑爆 乙母笑就是觉得很甜 甜 那应该就是爆吧 哦还有那个我被打了之后回到家 我不是很 那个鞋又崴到了 然后他出现 就突然出现把我爆起来 我就那个哦 大家应该会在这里 应该会有影响吧 如果某天请来 你们两个彼此互怪了身体 思青和景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刷手机 疯狂刷手机 因为景琛没有那个 那些是没有这个问题 我可能还得帮他去上班 好啊 你第一件事上班啊 那不得帮你 那还是换了吧 我觉得换了还挺好 不用上班还要刷手机 如果思青找景琛借钱 最可能成功的借口是什么 什么借口都能成功我觉得 景琛肯定就不管说什么 他都会借给你 想过来景琛问思青借钱呢 思青没有钱 现实中你怎么称呼彼此呀 心海 我也 不是 什么都直接说话了 其实 对我们都直接说话 然后大部分直接叫卢老师 还有杨阳 那给彼此的微信备注是什么 心海 我是什么 先看啊 没有先看 不是你先看 没有就杨阳 如果在热搜上看到对方的名字 加什么样的关键词 你会想点击去看呀 你先说你先说 想一想 呃 卢洋洋 却心海 二大 哦 然后我就会问你 你忘记了吗 猜测一下观众们看完咱们这个戏以后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吧 想结婚 感觉我们会为国家的结婚力提 做出贡献 是的 然后也会特别向往我们这种 生活吧 可能会对生活有更好的热情更认真的生活 两位最近有在爱奇艺追什么剧吗 狂雕 复义 绝配素兴糖 默契问答环节 两个人同时回答答案不一致扣一分 扣分需要接受惩罚 咖啡还是茶 茶 晚睡还是早睡 晚睡 早猫还是养狗 狗 东南还是辅助 自己做还是点外卖 外卖 发语音还是文字 文字 初后算账还是当场发火 初后算账 前梅子还是酸梅子 酸梅子 郊区还是市中间 郊区 同步追剧还是一口气看完 一口气看完 那你们有四条没有答对哦 需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 需要互相模仿对方做三个表情包吧 这样子 表就 那个感觉不对还是 嗯 嗯 可以 这样 你是哪边挑上去 右边 你随便选一边 你能挑哪边 哦 可以 第三个呢 就那些事 斗技眼 这个简单 你会 看前面大家看不到 帮你一下来 一二三 左边呢 我不会比 我不会单比一只眼睛 歪嘴猫 往哪边歪 三二一 三二一 开始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开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人尔维码 关注爱奇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雷拜 而是 此外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